現在美國當然是一定挖坑給中國跳 俄羅斯也在挖坑 要使大家一起死 我就是緊拉著你不放就對了 這個意思對外放話說 其實中國有支持我們的 我們關係好得不得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你看 習近平是不是真的左右為難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抓不定主意 就中國外交官 中國幾個外交官 最近講話好奇怪 居然中國駐烏克蘭外交官說 佩服烏克蘭 這個奮戰的精神 真是令人敬佩 他說的是烏克蘭 你怎麼看最近這些狀況 是這個美國俄國跟中國 三國如果畫一個三角形的話 基本上我個人現在的觀察是這樣的 美國對俄羅斯跟中國 他現在經常用一招叫做先抵胎 因為之前曾經美國通知他的盟友說 中國可能會軍援俄羅斯 這個通告發出來之後 你看中國怎麼樣 中國只好扭扭捏捏嘛 對不對 好像你也不能承認啊 因為承認了之後在國際上說 你看你們不然就一夥了 那你們要一起被制裁 可是如果你否認的話 哇塞那俄羅斯那邊的壓力又來了 所以美國的這樣子 現在他們採用新的說 以前得到情報之後 他可能密而不宣 但是現在得到情報之後 他在該揭露的時候把底牌掀開 反而讓中國這樣很難做嘛 那俄羅斯的戰略也很清楚啊 現在美國帶著全世界其他地方跟俄羅斯翻臉 那俄羅斯只好說 那他抓著一根伏木叫做什麼呢 叫做中國嘛 所以剛剛講的說什麼 中國要幫俄羅斯 中國要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很多我相信都是俄羅斯都是普丁方面露出來的消息 不管這個消息是真是假 但他至少認知作戰嘛 你不要以為中國認知作戰很厲害 其實認知作戰的主師也叫做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用這個認知作戰的方式呢 其實一樣也在對付中國 他就是要逼中國跟他綁一起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這樣的一個策略嘛 所以中國夾在這個美國和俄羅斯中間 他現在的實力又還不夠說 跟哪一邊翻臉 他現在用的我認為叫做進退兩難 兩面敷衍的手法 怎麼樣兩面敷衍呢 剛剛有講到中國駐烏克蘭的大使范仙蓉 他3月14號的時候呢 跟烏克蘭官方會談 後來透過媒體來放話 講什麼呢 他說啊中國絕對不會攻擊烏克蘭 而且還會提供經濟跟政治上的支持喔 因為他尊重烏克蘭人民選擇的道路 這是每個國家的主權 還稱讚說烏克蘭人奮勇抵抗很厲害 那應該是反俄羅斯才對啊 話講得很好聽啊 可是為什麼我說是敷衍呢 因為實際上呢 中國對烏克蘭提供的協助喔 相較他們過往一直吹牛的這個強國風範 簡直太少了 因為前陣子呢 這個臺灣的自縣基金會的顧冠銘董事長 他不是宣布他個人捐款一百萬美金 對給這個烏克蘭援助嗎 就已經超過當時中國全國捐了 全中國捐的錢了 對 還補比不上他一個 什麼提供經濟跟政治上支持 我的拜託啊 你在聯合國投票都投棄權了 你還給人家 講說什麼提供政治上支持 分假鬼嘛 投棄權什麼意思 就是要俄羅斯繼續打啊 你奮勇抵抗吧 對啊 接下來三月十五號的時候 又有一個 中國的駐美大使秦剛 他做什麼呢 他直接投書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 那投書他說 這個有人講說 中國早就知道俄羅斯會打 這個是假消息啦 如果中國早就知道的話 我一定會全力阻止 可是很微妙喔 他在這個投書裡面 他知智不提侵略兩個字 他都講說 軍事行動 烏惡衝突 你看 就算你在那邊澄清說 沒有啊 你撇清你跟俄羅斯的關係 但其實你的用字顯示 已經露餡了嘛 你就是 你的用字顯示還遵守俄羅斯給你的規矩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不是對美國這邊敷衍 沒錯啊 那同時對俄羅斯他也只能敷衍 你看 三月十七號的時候 你看這一天 十四十五十七他是有節奏的 這個知名全球知名的戰狼 趙立堅 這次站不起來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人家媒體就一直問他說 欸這個呃你的駐烏克蘭大使說會給烏克蘭支持 然後你的這個駐美大使說這個呃絕對是這個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都是假消息啊 知道我們一定阻止俄羅斯打的啦 所以你們這兩個外交官講是不是表示說北京呢就是支持烏克蘭 是不是代表北京承諾絕對不會對俄羅斯提供武器這個軍事或是政治的協助 結果趙立堅他的回應就是說 啊這是你說的啊 啊這是你的解釋啊 啊這是你自己的解釋 啊這是你自己的解釋 對啦他會說這是你自己的解釋 他就表示有啊 我們代表就說這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啦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對俄羅斯也是不敢得罪啊 不敢把話說死啊 他不能公開講說喔我絕對不幫俄羅斯 因為實際上什麼實際上在幫嘛 對 現在俄羅斯受到全球經濟制裁 唯一的出口是什麼 就是中國啊 中國有沒有幫 有啊對不對 那你說中國私底下在軍事上面幹什麼幹什麼 美國把你底牌掀出來了 讓他現在進退兩難 那你現在看了中國現在卡在這邊 其實我相信習近平他也不會認為說 這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狀況 因為真的確實這個事前很多所謂的專家的預測都錯了嘛 事後證明是跌破眼鏡啊 很多人都在那邊說什麼啊要是普丁動手 烏克蘭絕對撐不過多久多久 結果到現在呢 你看到烏克蘭不只是撐得比半想像那麼久啊 而且俄軍的實力根本也不弱 遠的先想像那麼強 所以其實基本上 中國現在我們台灣只要防範一件事就好了 只要防範中國突然腦袋清楚突然做對的事 如果現在中國突然整個轉彎說好跟美國站同一陣線 跟美國大和解然後一起對付俄羅斯的話 中國在亞洲的地位會大大提升 對美國也會願意跟中國來做個緩和 因為一起解決這個烏厄的衝突 這個這個俄羅斯你要制止他在入行烏克蘭的時候 中國是好幫手 對台灣來講 可能我們的處境會比較尷尬 但是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被小粉紅的民族主義所籠罩 已經被這種無盡的大內宣已經洗腦洗到 現在可能很難轉彎了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講 不只要靜觀其變 而且你要隨時去準備好中國的動向 因為這真的會影響到台灣的命運 不過問一下這個問題 不只中國外交官 這個中國很多的動作 現在是不是也搞得俄羅斯好亂 中國現在大家都在問他的判斷是不是失準 我們記不記得在開戰之前 古丁跟習近平見面發表宣言簽訂合約說 兩國友誼沒有止盡 可是這個狀況為什麼有改變 第一個中國看到俄國這一次的軍力失利 第二個是全世界對他的經濟制裁 看起來對俄國真的是造成很重大的影響 所以中國要不要挺俄國 會變成是一個進退兩難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國外的媒體其實有進一步的分析 就是說中國現在做了四件事情 讓俄國可以覺得說 好像中國我這個過去的老朋友老大哥 好像跟我在保持距離 我們看CNN怎麼講的 他認為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知道人民幣 它其實並不是自由交易 那其實過去要對於匯率的調整 它是可以有高度的控制的 可是中國卻放寬這個區間的限制 簡單來講就是他放任 讓蘆布跌的更快 讓蘆布跌的更快 太死普丁了嗎 那就是為了自保 然後有人怕說蘆布你不讓他扁 那變得影響到中國的市場 中國的經濟 所以第一個中國自保 第二個事情是 現在俄國我們知道他整個外匯 被世界各國 尤其歐美國家給凍結 然後他的財政部長就對外講說 中國可不可以讓我們使用那個 我們儲備的人民幣 中國到目前為止 沒有發表任何回應 所以不只沒發表任何回應 剛剛這個敏寬不是還講嗎 他們裡面連銀聯卡都缺 對所以這個狀況就是 他能靠著中國的銀聯卡都缺 怎麼回事 你怎麼會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樣對我 這第二點第三點 我覺得這更誇張 現在直接扣留飛機零組件 簡單來說 現在俄國受到世界各國的制裁 現在有兩間公司很關鍵 波音跟空中巴士 這兩間飛機製造商 現在不會俄國的航空空司 或航空所有的系統 提供零件或維修 之前本來俄國的計畫是說 中國這幾年也有發展他們 航空產業 希望中國可不可以來幫忙 但是現在已經被中國拒絕了 這第三個 所以空中飛得出狀況 空八不幫你 波音不幫你 中國也不幫你 那俄國怎麼辦 第四個就是停止投資基礎建設 簡單來說 本來在北京總部的一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他要暫停喔 在俄國跟白俄羅斯有關的所有活動 所以這樣子的舉動 其實在國外看來 也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那你這四件事情 是不是代表他們有意要切割俄羅斯 這是很大的一個觀察的進展嘛 那另外一個事情是呢 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俄國是不是有系統 也在反制中國這個舉動 我們這幾年不是有看到 說中國要在今年的秋天 在二十大之前 說要全面佔領台灣 這訊息是哪裡出來的 是俄羅斯的反貪腐網站出來的 全部都寫俄文 那這個機密文件是俄羅斯的 聯邦安全局的密件喔 大家就在想 怎麼這樣子的安全密件 會留在反貪腐網站 是不是俄國你故意留出來的 然後這裡我要稍微講一下喔 又幾 我們其實在第一時間 台灣的媒體有報導說 是全面攻佔嘛 那他因為他是俄文 後來我們再去查了一下 當時的這個俄文的原文啊 其實他不是講全面攻佔 他講進攻跟出兵台灣 所以這還是有微妙的差別 無論是進攻還是全面攻佔啦 就是說你這個有可能在 今年二十大之前 要出兵台灣 或佔領台灣這件事情 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習近平他鞏固 他希望說可以在二十大之前 他連任之前 能夠完成一個 過去中國共產黨所有領導者 沒有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俄國現在搶著把這個給破掉 是不是也某種程度在代表說 那個習近平 你不要我剛才提的 這四件事情你們都沒做到 然後我現在也掌握知道你要做什麼喔 再加上更關鍵的 其實現在俄國跟烏克蘭在打 其實中國自己習近平的領導的權位 更是我覺得是他現在要接下去 要互助的一個重點啦 為什麼 我們本來以為 習近平在這一次二十大連任是沒有問題 但現在居然 國外的媒體居然傳出 元老級的領導人 朱隆基居然跳出來 可能會今年二十大反對他連任喔 他反對的原因是 原因哪幾個 第一個原因 認為說 習近平他的經濟政策 以國企為主體 破壞了包括科技業 房地產的產業 那這個讓中國在這幾年 他的經濟泛緩了 引起了整個中國這些決策者 他們的警覺 第二點就是說 朱隆基認為說 習近平對於這一次 整個新冠疫情的一個影響 跟最近Omicron的一個擴散 他沒有做好相關的一個措施啦 尤其是他們只要有一兩個確診 全面性的風 就是整個停工 那對於中國的經濟 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這些事情 是現在習近平自己頭目在笑啦 他沒有辦法現在去幫忙 俄羅斯的一個主因 因為二十大現在看起來 他不是完全沒有挑戰者